一名60多岁的妇女正准备拿出车上的物品 没想到一旁 坐着曾侄儿的婴儿车竟然顺着斜坡 一路滑向大马路 女子发现冲航不对 赶忙想冲去拉住婴儿车 情急之下却惨迪在地板上无法起身 眼看婴儿车就要冲到快车道 一名男子突然挺身而出 就当妇女看着婴儿车往前滑快要绝望之际 当时人在附近洗车场的内斯曼 目睹可能就要发生悲剧 赶忙冲出去挡下婴儿车 随即伸手要妇女放心 坚言言为的行动更让他获得各界的赞赏 即便如此这位英雄依然谦逊 坚言言为伸出元首的英雄不止一位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警长琼斯 执勤时碰到一位司机的太太即将临盆 她健壮赶忙协助接生 原来琼斯已经是第三次 帮助即将临盆的民众接生 所姓母子君安 她的一举更让人称许不已 三连新闻为您职报道